众所周知,五虎大将都是三国历史上的佼佼者,在三国的历史上添加了种种可歌可泣的色彩,他们的所作所为,同时也被很多人所关注和研究。 但是五虎大将之间,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融洽,相反,他们之间,还有些矛盾,当初关于称呼黄忠为老族,但是为什么赵子龙王忠年纪相仿,关于却怒斥黄忠为老族,而没有称呼赵子龙为老族呢? 下面,我们就按照历史上的记载,对此进行说明,首先咱们来聊一聊赵云和黄忠的岁数,而想要弄清楚这一点,就必须要弄清楚黄忠又云之间的历岁数大小关系,按照地方上的历史说法来看,赵云十五岁时就加入了军队,并参加平定了黄金之乱,而这场黄金起义的时间是在184年, 也就是说,从时间上来看,赵云应该是在169年出生的,于229年去世,从这一点来看,赵云在历史上的存活时间大约在60年,但是这种推算方法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,只是用作一个参考,因为五虎大将大多都没有确切的出生年份, 所以我们也就只是根据一些历史来进行初步推断而已,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,赵云的年龄至少在60多岁,这个年龄就算是在古代,他的寿命也算是很长了, 相比于赵云的年龄,黄中的年龄就比较难猜了,在三国制之中,黄中的年龄只有300多个字,而且年龄也很模糊,但在192年,黄中就成为了刘表的部下,掌管着对东吴的防御, 而黄中则是在211年投降刘备,参加过汉中战役,以及在定军山战役中一战成名,最后死于220年,黄中还是在荆州刘表的部下之时,就已经是一名中狼将了, 因为荆州的军队和政权都被当地的一些豪门大族所掌控,所以黄中应该是靠着敖茨历才混到了现在的位置,不然的话后面也不会跑去投靠刘备了, 从这一点来看,黄中在192年的时候,年龄已经超过了30岁,从这一点来看,黄中的年龄应该大赵云在7到8岁之间, 那么关羽为什么会对黄中同为五虎将产生排斥? 事实上,在真实的历史上,关羽确实是因为对黄中这个老将说了一些无理的话, 这与黄中被刘备册封为五虎将之一就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, 按照历史上的说法,刘备自封为汉中王的时候,派遣废师去拜关羽为前将军, 然而关羽听说黄中被封为后将军后,法怒说道大丈夫中部与老兵同列, 不肯接受前将军这个官职,难道说关羽根本就没把黄中放在眼里? 其实并非如此,早在长沙之战中,关羽还大肆夸奖过黄中这位老将, 怎么到了册封之时,就开始对黄中和他评级产生排斥并忍不住怒骂了呢? 说到底,其实关羽还是对刘备的封伤产生不满, 心里有些不平衡,而黄中则被荡成了发现目标, 要知道,关羽可是最早追随刘备的将领之一, 从黄金启示开始,他就一直跟着刘备在四处征战, 但是,黄中却是在211年一周大战前夕才被刘备收入麾下, 刘备于219年自封汉中王, 黄中在短短八年之内就已经跻身蜀汉势力的中间核心将领, 与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几乎平起平坐, 这自然让关羽有些不能容忍接受的, 所以在得到封赏之时,他才会狠狠地骂黄中老族, 话又说回来了,为什么赵子龙不被关羽排斥, 与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大将赵子龙相比, 正史上赵云在蜀汉阵营之中的作用固然不小, 却也不可能与关羽黄中这些人相提并论, 在219年刘备册封汉中王的时候, 刘备并没有将赵云放在重要的位置上, 在那个时候,关羽作为前将军, 黄中作为后将军, 这两个职位在蜀汉的军队之中都算是比较关键的职位, 算是比较固定的高级将领,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董卓, 他就是汉朝中担任过前将军这个位置, 与之相比, 赵云并没有跻身进入到蜀汉政权的核心, 更多的只是蜀汉政权之中的一名中层将领, 直到221年, 赵云才被册封为义军将军, 并在江州驻房, 而义军将军这个职位, 只是一个杂号将军, 怎么可能和关羽平起平坐呢?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, 当时的赵云年纪尚小, 刘备并没有让他承担重任, 所以关羽才会认为赵云的职位没有什么不妥之处, 前面提到, 关羽怒骂黄忠是因为分配不公, 这个问题在赵云那里并没有出现, 这也导致了关羽为什么不攻击赵云, 而是攻击黄忠, 实际上, 赵云在223年才进入了蜀汉的核心, 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战绩, 被封为镇东将军, 成为蜀汉军方的高级大将了, 说实话, 同一年龄的赵云和黄忠, 应该是赵云受到了更多的重视, 所以并不用去为赵云教区, 因为他的年纪与黄忠要小伤一些, 我不会是赵云